大家好,歡迎來到世界十大這個頻道 世界之大就無奇不有,就連運動比賽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下一屆奧委會的話事人 一定要你在接下來的十個古古怪怪的運動競賽裡 選一個加入下一屆奧運會 你又會選哪一個呢? 這個概念簡直是少林加足球 將兩樣九不達八的東西帶來一起比賽 這一行比賽是十一個回合 總之就是挑戰選手的體力和努力的最高極限 在過程中,哪一個被將軍到無棄或一拳KO的那個就輸 在其賽中用完十二分鐘的CLO時間都輸 連年都有國際比賽,已經有超過五千多人和十個國家參加過 在十七世紀的時候,德國人竟然用這種方法來解決問題 想不到今天,竟然演變成一種運動 遊戲規則很簡單,就好像咬手掛一樣 總之將對方的手指拉出桌外B,那就贏 在芬蘭有一個很古怪的搶婚風族習慣 贏了可以得到跟老婆體寵一樣的免費啤酒 在芬蘭有一個很古怪的搶婚風族習慣 賽程就好像一般障礙賽一樣 最過癮都是觀眾 他們就會在旁邊嘀嘀嘀潑水作慶 德國就有一個南瓜船大賽 參賽的人將大大的南瓜改章成單人小船 看看在湖上誰撐得快 在90年代開始,美國加拿大都開始舉辦這些南瓜船大賽 去到2006年,英國都試過搞一次同類活動 Sagway這件事在2002年的時候 就很厲害地打入市場的時候 想著每個人都會用這件事來代步 最後當然不可行 接著就演變成一種Sagway Polo的馬球運動 這種運動都不知給它什麼名字 總而言之就去一些很危險的地方燙衣服 就好像爬上山頂潛入海底 甚至乎一邊騎奶牛一邊燙衣服 總而言之有多怪就得多怪 不是滑雪 而是滑沙 不過在滑下來之前 就要爬上軟軟軟的沙丘上面 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滑沙運動起源於非洲 相傳在西南非有一個叫 立比的地方 在地球上面最古老的沙漠 滑沙運動最早就在那裡興起了 但這個不是泥漿摔割 不過都差不多 只不過把泥漿換成肉汁 但在多數選手進去之前乾乾淨淨 出來的時候就醃得非常入味 踢人還是踢骨就不知了 總而言之目標就是瞄準別人的上串、喊串 要贏就很簡單 總之搞到對方起不回身就可以了 帶著時間 臭имо 這個比賽的規則非常簡單 就是車位人望之前 哪一個回到關斗回得最多就贏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就分享出去 你的分享就是我們的鼓勵 搞笑有趣的話題會繼續做 不過也希望大家為這條頻道做回四樣簡單的事 就是按讚、按分享、按訂閱和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世界十大這條頻道